新闻时事报为您播报 随着5G网络建设正在世界各地展开 西方国家政府越来越担心 中国政府可能会利用华为等中国公司的设备 从事间谍活动 周一英国负责网络安全的主管警告说 如果放任中国政府在国际网络通讯领域占据主导地位 会在今后几十年里对全世界构成安全威胁 舆论认为此言是对不久前 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一位官员 有关华为风险可控言论的一种纠正 据美国之音报道 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的主任弗莱明 25日在新加坡的一个国际网络安全会议上发出警告说 西方国家必须清楚中国政府操控的中国公司 所构成的挑战 他指出 中国政府在科技全球化时代所构成的战略挑战 远远大于某一个通讯设备公司所构成的威胁 弗莱明表示在今后几十年里如何迎接这一非常复杂的挑战 对于英国的繁荣和安全来说至关重要 其意义远远超过几个5G合同 弗莱明还在这次会议上披露 英国过去两年来遭受了1100起网络攻击 其中有一半是中国政府和俄罗斯政府在背后操纵发起的攻击 此前英国国家网络安全中心的负责人夏兰·马丁 上星期三在布鲁塞尔的一个会议上 曾对外界表示 英国一直对华为的产品在政府情报实验室进行严格的安全审查 他相信华为在英国所构成的安全风险是可控的 夏兰·马丁的这番言论引起了舆论的广泛关注 一度被解读为英国政府打算在是否禁止华为等 受中国政府掌控的中资企业参与英国的5G电信网络建设的问题上 放宽管理尺度的征兆 而资料显示 NCSE是英国政府为了强化国家网络安全而新组建的一个机构 属于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讯总部的一部分 2017年2月14日才刚刚正式启动运作 由NCSE负责领导的一个监督委员会说 华为网络安全评估中心监督委员会去年 曾在报告中列出了一系列要求华为解决安全隐患问题 而华为公司虽然承诺将投资15亿英镑 解决那些被报告罗列出来的问题 但表示整个过程需要三到五年的时间 作为NCSE的上级机构政府通信总部的主任弗莱明 出面发出中国威胁远超5G合同的警告 被认为是对夏兰马丁华为风险可控言论的一种纠正 鉴于包括美国在内的五眼联盟的成员国将互相分享战略情报 美国近年来一直在敦促盟国禁止华为参与电信网络建设 特别是警告盟友不要在5G建设中使用华为的设备 目前华为在美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5G建设中 已经被严格限制 以上是木子为您播报 谢谢您的收看